目前正在伦敦进行访问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 确定将在6月底来台并受邀在立法院发表演说 陈光诚将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踏入最高名义殿堂的中国维权人士 5月20日英国议会将第一枚以彰显生命、人权和人性尊严的威斯敏斯特奖 颁给了正在伦敦访问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这位因为帮助中国妇女反抗强制堕胎结扎和维权 而遭当局关押多年的中国维权人士即将访问台湾 陈光诚与妻儿确定6月23日抵台 陈光诚将受邀在台湾最高名义殿堂立法院群贤楼发表演说 虽然正值休会期间院长王金平仍安排院内接见 委员本人邀请他来演讲 那他们个人来看我 我是会接见 在逃出中共掌控赴美一年后 陈光诚曾多次公开提到 台湾的民主给大陆很多的启示 也持续对中国人权状况严厉批评 据了解陈光诚23日抵台隔天举行国际记者会 并安排接受对大陆地区广播的节目专访 25日前往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 并在立法院群贤楼酒楼大礼堂发表演说 目前还在英国访问的陈光诚向媒体表示 希望来台能多跟台湾的司法界 这个制度不是不能够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生根 马总统在世界自由日演说曾提到 两岸对话应该扩展到人权与法治 作为第一位进入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的中国维权人士 陈光诚的访台或许正式对马政府大陆政策的一次检验 新唐亚特电视政治新闻中心采访报道